奶奶并不相信 季敬堂所说的 捉贼拿赃 奶奶不信 我们就把证据 摆在她面前 对啊 这季敬堂是受害者 奶奶不相信 但若是把瞎眼老太 找来做人证 岂不是铁证如山 奶奶自然就信了 江湖九流聚兄弟 出门在外靠朋友 顺风儿千里眼 欲寻宝居 找马眼 诸位兄弟 你们可否认识 一位瞎眼老太 年约五十岁左右 朋友 这单生意 我做不了 我们再找一位 瞎眼老太 想必以您的神通 已经知道他是谁 在哪儿了吧 江州 有一位瞎眼老夫妻干 我要你带着兄弟们 除掉他 我们兄弟二人 可是赌上了全部身价 若是您输了 你这半个逍遥楼 以后 就归我们管 我二豹神敢输 你们两个外地来的小子 敢拿吗 我想让奶奶尽快知晓 柯史昭 在激净堂父母身上犯下的恶行 恳请三公子 早是为我九泉治下的父母 报仇深渊 听说你要出门啊 此事似乎是三少爷提出来的 才让我去收了那商行 这三少爷 一向不过问生意上的事情 这次都是怎么了 搞不好 这一次 就是他们二人的诡计 天高 往地 若那 有用啊 不错 死 那 这个戏是不错 就是太苦了点 这个戏叫什么来着 叫丁狼恩仇记 奶奶 您有所不知 这位丁狼可是确有其人 这出戏也是真的 你的爹娘 死得也太惨了 那戏里的周世彪 是借刀杀人 可那江州的周世彪 是用毒计害人 这戏中的丁狼 实施激净堂 不过这戏中的周世彪嘛 是谁 那戏中的周世彪不是别人 正是来自江州的 柯世昭 他是来告世昭中的 眼泪啊 激净堂的事情 你不要再管了 冰雁姐姐的近况 是否安好 冰雁她托我 把这水晶雁送给你 却把原部区 聘你的碧玉剑留了下来 她挫驾到荆州之后的近况嘛 便不言自明 外打正着 各有其处 这就叫 鱼配鱼 虾配虾 我是你师父的发妻 您到底说了什么话 把师父吓跑了 我说了 就一句话 什么话 你有种 就别踏进我输家大门 按照军规 女子私入军营 斩 本将军的夫人犯了军规 本将军难辞其咎 来人 原部区 军过一百 将军有心事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又觉得他特别面熟 我问他 他跟我说我们在校场见过 我在马上 他在马下 可我知道不是那一次 熊兔脚扑术 瓷兔也迷离 双兔放地走 安能辨我是雄辞 若渡兵你是女子 可原家 这是将军夫人的私警 离当还给将军夫人 无论是否上座花椒 我原不去 心系我有一人 便是你渡冰宴 冰宴啊 你的水晶宴呢 当初我可是用你的名字 花了大价钱 请人打造的那只 名贵的水晶燕 你怎么没带上呀 你 你这是干什么 回杨州去 我根本就没有水晶燕 三公子活不过二十五岁 我齐天磊不求天不求地 但求御护小姐留下来 助我一臂之力 要做什么 捉狼 本小姐答应你 那逃走的女子 袁将军就没有派人去追过吗 将军天天打仗那么忙 哪有工夫管这事 不知你来军营一日合补 为师帮你也好好办 右手 两位小姐同天出嫁 同上花轿 同时进入了仙女庙 情急之中拿错了盖头 上错了花轿 师父 您怎么什么都知道了 缘分之事真是妙不可言啊 现在临州这边歪打正着 巧配了姻缘 如果 荆州这边 你们二人也能情投意合 那就是 上错了花轿 嫁对狼啊 我们杜家是经商的 这经商之道 你也懂啊 当然了 这十八家商行我都管过 可有此事 管过 明天十四商行的账目会人 你就来给她们讲讲经营之道 你们家小姐呀 她这牛都吹到天上去了 她说她在杨州拐过十八家商行 那老太君一听 开心得不得了 明天就要考她 这可不是玩儿啊 小姐 你会考糊的 那就不考了 这要我说呢 就 考 明日 你便照葫芦画条 按我做的 圆模圆样的演艺变几个 买卖不算账 生意难兴旺 不怕不赚钱 就怕货不全 见人三分笑 这客人啊 跑不掉 好 言之有理啊 好 好好 眼睛一闭 多说无疑 我不能再说了 为什么不能再说了 奶奶 我要是再说的话 就传老太太的果脚不一样 优秀 又臭又长了 elf meidän 有人 这是 positions 扎真的 怎么也�ב 它导 个 на 是 买 我 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